好 说带来关心 新闻市板交警方 日前是到台南的流营 以及上化地区抓到了毒品工厂 但是没有想到还意外 查获了枪枝的兵工厂 可以看到现场这些东西 都是在嫌犯家中搜出来的 嫌犯呢 自己将 毒品的原料在家中来 进行分装 甚至还用不同的包装 企图掩人耳目 结果连他同住的 家人也不晓得他在家里做什么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警方查获 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意外发现满地的 子弹 怀疑呢 他还是有 同伙来进行 因此呢 又在巡线埋伏 就在 户外的时候呢 发现说 他还有同伙在车内 查获了三只的改造手枪 嫌犯工程说这桌上的 所有东西都是从网路上 购买回来的 那警方也不 排除他们有可能是担心 黑是黑 因此来进行改造 手枪 那最后呢 警方是在 他家中查获了284包的 毒品咖啡包 目前讯后呢 也将良心主线已经零性嫌犯呢 移送捐办 不过目前良心主线的部分呢 已经遭到挤压禁件 以上就在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